你 你现在怎么成了好人了 晚了 我已经和他分居了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没看到这儿全是玫瑰花 爸有些话想跟你说 但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酸叔在结婚这个事情上 最后你自说自话地 把自己给嫁掉了 但是连一场婚礼都没有 那怎么行呢 爸爸必须给你补办一场 最盛大的婚礼 到时候你看见那个湖没有 你看在水上 我会在那儿准备一艘 豪华的游艇 陈同刚跟一个教练 在飞机上跳伞 跳到这艘游艇上 跪下来向你求婚 你说好不好 啊 不必了 可欣 当初之所以不同意你跟陈同刚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俩资源包是不对等的 你们俩差距太大了 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他就像一个 矛头小孩一样 你怎么能把你的终身幸福交给这样一个人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你是在跟我赌气 直到我看到 芝瑞天杰这个月的报表 你说得没错这个孩子很有潜质 是我看错眼了 而且他现在还年轻 对不对 他还有成长的空间 那爸爸就应该爱我寄我 你今天是怎么了 当初把我结婚这种丝成拼图的可是你啊 是 爸爸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做事情 但是你要相信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再给你说一个小秘密 爸爸在法国 找专门最顶级的设计师给你设计出的婚纱 倒是我的女儿漂漂亮亮的 穿着世界上最华丽的婚纱 出家的那一点 你现在怎么成了好人了 晚了我已经和他分居了 你怎么之前什么都没告诉我呀 为什么 是不是陈同刚欺负你了 是不是啊 他没欺负我 他没欺负我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人人都觉得 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到最后 连我们自己也 也得相信了 一遍 这一遍 由于 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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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